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大一水Kujinyo的台湾Book杂志照曝光后 马上就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喷扫了韩国论坛 之后有韩国网友将两个人与Book杂志的采访内容翻译上传后 更是感动了非常多网友们 所以今天就想要给大家整理一下 让韩国网友们感动的采访内容 我本来问他可不可以做朋友 他说分手不要再联络比较好 连分手都那么冷静 让我当时伤心欲绝 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爸会二十年后再打电话给我 当时我刚结束上一段婚姻 很多报道、舆论 又要在孩子面前维持很好的情绪 压力很大 晚上都睡不着 凌晨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我非常震惊 他叫我的名字喜源 我回叫Oba 听到那一声的时候 我眼泪都要掉下来 或许我的人生不管走到多悲惨的状态 结局都还是喜剧 证件办妥 Cujinyo订了机票跟防疫旅馆飞奔到台湾 在旅馆隔离过后 喜源的助理把我爸带到他家 Cujinyo兴奋地从电梯冲出来 但因为太开心 抱喜源抱得太大力 他大喊 我爸小力一点 我的肩膀快要骨折了 然后他们两个相视大笑 他们在二十年没联络 没见到本人的情况下 决定在几个月内互许终身 这不一般的恋情 让舆论大感吃惊 但喜源身边的人却都异常平静 他说 像我妹是第一个知道的 他超开心 他觉得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分开 身边跟我熟的人都不感到意外 知道我本来就最爱他 大家都听过我出了名的会追人 但唯有我爸是他追我 我太喜欢他反而不敢追 我嫁给我爸之后 身边没有反对的声音 感受到从没想象过的幸福 有时候半夜睡觉的时候 会以为自己在做梦 但我只要摸到他的光头 就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我已经受够结婚的一切 我们两个年纪都这么大 更不需要那些 我跟我爸都是非常喜欢刺亲的人 他下跪求婚的时候 我就叫他不要买钻戒 要他亲自帮我在手上刺上结婚戒指 然后他就买了刺亲机器 每天用自己的肉来练习 所以我们手上的戒指都是他刺的 不只是戒指 我爸身上的刺亲 还有他们的定情曲 喜元的名字 以及写着台湾经纬度的传苗 因为我想要定苗在台湾 喜元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幸运女神肯定是站在我这里的 她能再度回到我身边 就是我人生中最感恩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融化了 真的非常谢谢帮忙翻译的网友 采访内容真的真的太有趣了 天哪 爱情真的是存在的 太甜了 在自己的身上练习刺亲 真的疯了疯了 20年没换号码也很厉害 但是20年来还记得那个号码 觉得更厉害 太棒了 第一次觉得别人的爱情这么感动 期待到最后那一刻都是幸福 两个人都是俊男美女 但是这照片拍的也太好了吧 服装气氛风格 好久没看过拍的这么好的POOG照片了 谢谢台湾POOG 我一定会拜托台湾朋友买一本杂志 留作纪念的 还是那句话 每次报道大一次COOG的消息 就觉得很幸福哦 让我也想要再次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谢谢你们